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就继续学习大乘起心论 以及偶一大师的大乘起心论列网书 我们上一次呢 我们一起学习到了 就是解释名字的这部分 就是这个列网书的开头啊 它先解释名字 那么这个名字呢 一共分成三部分 一部分呢是 一部分是这个大乘 一部分是起心 第三部分是论 我们大乘已经解释完了 我们上一次学习呢 学习到起心两个字 当什么讲 那么起心呢 欧一大师又分成两部分 在解释起心的时候 第一部分呢是分开了解释 什么起和信 第二部分呢 把这俩合起来在一起 把起心合在一起来解释 所以上一次呢 我们一起一块学习到了 分开解释这部分 分开解释这部分 上一次我们学到了解释起字 解释起字 那么我们再从头绕尾呢 把这个起字的分开解释呢 再顺一点啊 让大家恢复一下 出世奇者 问一切诸法无声无起 云和乃言起也 答法性无起亦无不起 若但言起即时真如门意 若但言不起即时生恋门意 若言一起亦不起即相互为 若言非起非不起即成戏论 当之四句皆不可说 若不做情之顺四夕谈 则有因缘故 亦可得说 今言起者 乃非起非不起 而论其而 我们上次学到这儿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起啊 万法的生起 有两种 一种呢 叫做性起 自性起 一种呢 叫因缘起 因缘起 那么 因缘生法 是靠着因缘这些法产生 那么这种因缘 所生起的法呢 原生无性 是没有自性的 他遵从的规律呢 是因果规律 善因得善法 恶因得恶法 那么这叫缘起法门 而我们诸佛菩萨 来到这个世间 给我们讲起信 让我们生起信心 他们是因为什么 来讲信呢 来劝我们信呢 他们不是 他们不是 这个 他们不是缘起法门 不是因为他们 自身的原因来讲这个 来生起这个信 他们是性起法门 那么性起法门呢 就是自然而然的生起 没有因缘 那么 诸佛菩萨 他们给我们讲经说法 完全是因为 我们有因缘而生起了法 他们顺着四西谈的意思 来成就我们 所以给我们 来讲法 所以诸佛菩萨 他们的行为和行持 我们说叫第一异地 没有世地的境界作用 我们世地的境界是靠因缘 第一异地呢 不靠因缘 靠性 所以他们产生万法也罢 他们做各种各样的视线和作用 一切诸佛如来 我有世地境界作用 只有第一异地 那么诸佛如来的起 叫性起 性起呢 当中有四天 有四调 就是四西谈 四西谈的意思就是 诸佛如来 他起 起身说法 实现说法 他就为了四桩事情 一个叫 西谈的意思 就是成的意思 成就我们的意思 他的生起 就是为了成就我们 成就我们呢 在四个方面 完全是根据众生的 接受的根器 能力 来用四种成就 来成就我们 第一个呢 叫世界西谈 世界西谈 四西谈第一个 世界西谈 就是说 众生在生死界 在世界 世界就是生死界 他没有出世界的 这个 情怀 没有出世界的 这种想法 所以说呢 他深深地 喜欢这个世界 希望在这个世界 找到善 找到乐 找到幸福 那么 这个诸佛如来呢 观察到这种 众生的根器之后呢 就顺着他的情 顺着他的意思 用世界的 这种 方式 来给你讲 世间的善 世间的好 这叫世界西谈 让众生 生欢喜心 跟佛菩萨结善缘 让众生呢 在世间 也能得到幸福 虽然不究竟 虽然了不了生死 出不了三界 但是世间上的善法 能得到 比如说 人天时善 修色 无色定 升天 等等 佛也讲这些东西 那么佛 为什么不讲究竟了意呢 是因为 他的对象 只能接受世间乐 而不能接受 出世间的 这种大法 所以 四西谈的 第一个西谈 叫世界西谈 第二个呢 叫各个为人西谈 完全根据众生 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根性 那么有些人呢 爱看书 爱思考 他就给你讲文思修 那么 这个 你看我们 起心论最后的时候 就各个为人西谈 你听了这个起心论 你会得什么利益 你思考了这个起心论 你会得什么利益 你按照起心论来修 你会得到什么利益 那你是 你根据这三个 你自己看 喜欢听经文法的 得到的利益是什么 喜欢按照这个法来修行的 来思考的 得到什么利益 按照这个起心论来修行的 得到什么利益 这叫各个为人西谈 完全根据众生的喜好 和能力 以及特点 来跟你讲 他 适合他的法 这叫各个为人西谈 而不是千变于利 你们大家都去学习 那么有些人 可能是行 厉害 那么咱们就讲 文思修的修 就像我们海贤老和尚 那就是走的是行文 文思修 他文和诗都不行 他从来没听经文法 从来他没有 没有 没有这个思考过教义 他上来就是师父 二十七岁出家 他的师父跟他说 一句佛号不管玩 念了九十多年 他的根性 就是文思修的修 那么他的师父 能关他的机 不跟他讲学习 也不跟他讲思考 研究 分析 琢磨 你什么都梦想 就四个字 这就是各个为人西谈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你在教下 肯定不能成就 他是 他是这个曹洞中的 他的师父是曹洞中的 这个大德 为什么不上参禅 参禅你也不行 你呢 就老老实实 按净土法门 这句佛号 你就文思修 你就走修就行了 按净土的修 来开始 所以呢 这叫各个为人西谈 第三个呢 叫对质西谈 就是众生身上存在问题 存在毛病 存在烦恼 我关机 我觉得机会成熟了 我来就给你讲 你这个问题 应该怎么克服 这叫对质西谈 也是在成就你 把你的病治好了 你不就成了吗 就健康了吗 就这意思 第四个呢 叫第一意西谈 就是说 这个众生 它已经成熟 可以正果 而且不是小胜果 不是生文圆绝的果 你看我们有时候 看这个佛的一些 一些著作 一些经教 佛会关机 佛会关机 佛会关机的时候呢 在不吃时机的 来到你这儿 给你讲第一 这个 一切都让你称佛 了意 所以佛呢 是完全根据众生的 情况 来讲法 这就是缘起的 不可思议 它不是我 众生是因为 因缘 生起的 但是 我顺着你 这个因缘 我来到你这儿 我顺着你 这个因缘 来到你这儿 给你讲法 来帮助你 来成就你 总不外乎 四西谈 四种 四种 跟众生 打交道的方式 都是为了成就 成就 有大成就 小成就 有这个善成就 有对去掉恶的成就 让你修善的成就 同时还要让你 究竟的成就 这叫四西谈 那么 这上面说 若不做情指 所谓情指 就是妄想分别 就是直 你看我们说 直相应然 我们有六种染心 这个直相应然的 前提是有六根 六根执着六尘 在六尘当中 起分别起执着 起分别起执着 所以我们起心 我们说 我们的染心有六 三个粗的 三个细的 三个粗的分别是直相应然 相续相应然 这个分别致相应然 那么 那么 那么心的生面 又分成两种像 一种叫粗 一种叫细 粗像 就是我们说的 直相应然 相续相应然 跟分别致相应然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见思烦恼 沉沙烦恼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分别和执着 这是情指 如果不堕入这个情指 没有这个情指 那是什么呢 那是法身大事 妄想分别全放下了 破一品无名 进入法身位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就不是因缘起了 他们就是性起法门 他们依靠了性起 性起来以后 按照司机谈 这样一个原则 这不是他们的意思 是自然而然的 就是这样 法而如是 那么 则有因缘故 亦可得说 本来 我们一心绝代 一心之外 没有另外的东西 这一心 谁信谁 信 是个动作 一定有能发出信的主体 也有所信的对象 如果一心绝代 没有二 那 怎么会有能所呢 那怎么会 从何谈起这个信呢 动作的主观 动作的客观 都不存在 但是 因为 有迷雾的因缘 所以才起了信的因缘 那么是这个 所以 这个因缘 则有因缘故 这个因缘讲的就是 因为有迷雾的因缘 所以我们才会讲 信的因缘 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 因为有迷雾的因缘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 亦可得说 我们也能说 信 其实一心绝代 绝对没有对象 一心以外 没有别的东西 谁信谁啊 没有二法 有二才有信和背信嘛 但是呢 就是一心 它有迷 这一个迷呢 我现在要反迷归物 所以我要信 信我的一心 我这一心能迷 我这一心也能信 所以信和不信 都是一心的事 那么一心能迷 所以一心 必须得反迷归物 可以反迷归物 这就是起信的原因 所在 所以正是因为 这个迷雾的因缘 所以我们在这里 才谈到信 否则的话 一心绝代 就不应该再说信 也不应该说信了 因为它是一法嘛 没有能信所信 那么金言其者 那我们今天这个大乘起信论 所谈到的这个信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非其非不起而伦其而 就是这个一心绝代 我们来讨论 这个没有 本来无所谓信和不信 非信非不信 我们在讨论信 何者 偶尔大书 何者 为什么呢 一心绝代 一心是绝对的 没有相对的 一心是绝对的 所有东西都是一心 一心以外 没别的东西 这叫绝代 不受任何条件限制 没有任何发展和变化 永远是一 一以外没有二 不得已 我们说个一 强 强名 强迫字笔 给他一个名字叫一 其实一是个数 一有一就有二 但是 所有的数字都是相对的 但是我们在相对的数字当中 选了一个数字 最能反应 最靠近 这个 绝对的这个情况 那就是一 一心绝代 本无能信所信之书 本来是没有能信和所信的差别 一心 没有差别 而迷此一心 但是 你把这心迷了 迷了这一心以后呢 则起无量疑惑 那你就生起了无量的疑惑 这个 迷了这一心之后 因为迷惑 就产生 因为迷了这一心 就产生了 无量的疑惑 怀疑和惑 不清楚 迷惑 如水成冰 就有一大师举个例子 就像水成了冰一样 水成冰 那么翻此迷惑 我们把这个迷惑 纠正过来 翻过来 迷惑的反面是什么呢 就是信 那么 翻此迷惑 为了把 为了改变这种迷惑的状态 随起 远长正信 随后 我们就说 因为你有迷惑 我们才根据你这个迷惑 要把它改变 我们用什么来改变这个迷惑呢 我们用正信 来改变迷惑 远就是圆满 长就是永远不变 永远存在的 正信 正确的信念 正确的信 所以正是因为有了迷惑的因缘 所以我们在这个前提下 才讨论信 目的 就是要把这个迷惑 纠正过来 如 那么他 欧益大师说 如水成冰 就是 而迷此一心 则起无量疑惑 如水成冰 水变成了冰 那么 翻此迷惑 随起 远长正信 正信 如冰 还成水 如同 把冰 又变成了水 那么冰和水 是不是一桩是紧 是 零度以下变成了冰 零度以上就变成了水 冰和水相差很大 一个是溶相 一个是硬块 没有溶相 但是是义 那么为什么 我们谈水 就是因为这个水曾经冻过冰 我们根据这个冰的状态 我们说它有个水的状态 欧益大师举的就是这个例子 正是因为你有迷惑 所以我们才谈信 你要没有迷惑 信也就无所谓了 当你迷惑没有了 信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一切染法 净法皆是相对而成立的 正是因为你有迷惑 我们才在这谈信 如果你的迷惑没有了 我们就没有一个在迷惑以外的 独立的信 所以 所以这个 不觉即无 真觉以前 心相即离 真相以尽 讲的是这个道理 大家要知道 所以我们谈这个正信 是相对于迷惑来谈的 真的有一天 你的迷惑没有了 你刚才所谓的 独立的正常的 正信 也就没有了 所以它都是相对产生的 所以 翻此迷惑 随起原常正信 如冰还成水 就像那个冰还成水 冰也罢 水也罢 就是一个水 就是一桩东西 那么 迷雾虽分 迷和雾 虽然不一样 是有分别的 异性 异性不动 但是这个心性 是没有动的 那么 就像那个冰和水 虽然 从相上 从相状上来讲 差别很大 但是它的湿性 是没有动的 所以 从迷雾虽然分 这个冰和水 像不一样 但是水的湿性 但是冰和水的湿性 并没有产生变化 就和我们这颗心性 一心没有产生变化 还是一心 所以叫一性不动 一性不动 这一颗心 是不动的 所以 故非起 那你还是一 那不就是不起吗 性就是二的事 所以从性上来讲 没有起 那么性无增减 性上没有增减 性上没有增减 你无论是迷还是物 性上没有增减 都是一样 迷也是这一性 也是这个性 物也是这个性 物的性不多 迷的性不减 所以性上 你不能论多少 论增减 所以性无增减 虽然性上无增减 但是它准现出的迷象跟物象 迷雾婉然 婉就非常明显 形容词 形容词后边加个然字 就表示这个貌 相貌 婉然 清楚的相貌 呈现出清楚的 非常显然的状态 所以它迷雾 非常非常清楚 非常非常显然 但是呢 它性上是无增减 但是呢 它呈现出的相 完全是不一样 故非不起 所以呢 又不能说它不起 它又不能说它不起 因为迷雾婉然呢 有迷有雾啊 这是两桩事情 迷和雾 是两桩事情 所以因为有迷 要翻迷成雾 所以要起信 你怎么把迷改叫 改叫 你信了 你不就不迷了吗 你信了 不就雾了吗 所以因为你有迷 我们说 你要雾 那么 既然有这么一个过程 你说 这个雾和迷 不是说 雾就是信吗 所以这个信 又不是不起 一性不动 所以 没起 还是义 从性上 但是呢 从相上呢 迷雾婉然 所以又非不起 又不是不能起信 所谓你有迷的因缘 所以我们才有雾的因缘 所谓因缘 有因缘故 也可以说起信 故非不起 是则起即不起 所以啊 起就是不起 你起了 起了信 其实就是不起 因为什么呢 一性并没有动 那不起而起 虽然一性没有动 但是有迷雾的因缘 所以他有起信 不起而起 约此论起 我们这个大乘起信论的起 就是根据这样一种状态 来讨论的 来立名字的 所以 约此论起 就此 就这种现象 呈现的迷雾相状 我们来讨论起 妙在其中 妙就妙在这里边 那么 盖 虽然起信 赤就 赤然 就是着火的意思 火非常旺 形容火是很旺 虽然 盖 虽然 赤然起信 盖 是与祭司引出一个叙述 没有意义 虽然 我们 起了很强烈的信 我们信心很足 我们信的相状 非常 我们信的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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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 非常饱满 赤然起信 仍为以信 但是 还是以信 仍然是以信 不能说 我信了 我很信 我有强烈的信 我有正确的信 我就变成两心了 仍为以信 仍无 能信 所信之意 还是 信和不信 没有差别 仍无 能信 所信之意 还是没有 能信的 和所信的 东西 能信的是 能 主观 所信的是一件事物 这个 没有 能信的主观 也没有 所信的 物体 也没有 所信的物体 没有差别 虽然 赤然起信 仍为以信 仍无 能信 所信之意 无能 无所 没有能 信 也没有 所信 而能 而所 而产生了 能 能信的 我们和 所信的 法 那么 能 所 结迹 一心 法界 能和所 都是 这一心 都是一心 都是这个 一心 法界 所产生的 法界 法界的意思 就是产生 法的源泉 产生 法的源泉 就是这一心 一心 就是法界 所有的法 都从一心产生 所以一心 也叫法界 那么能信 和所信 这两法 都是由一心 法界产生 从性上来讲 还是一 从相上来讲 有二 从性上来讲 是一 如 灯有照 欧一达是举例子 就像那灯 能够照明一样 就像灯 能照明一样 能照明 灯能照 对象 是什么 照什么物体 还照于灯 它还照的是灯 灯以外 没有别的东西 但是这个灯 确确实实 能发光 但是呢 灯没有对象 它照的东西是什么 还照的是自己 是因为只有一个灯 这一个灯呢 相当于我们这里边 说的一心 这个照呢 这个光呢 就相当于 我们说的法 所有的法 所有的灯光 都从这灯照出去 所以灯 是这个光的法界 源泉 但是这个光 出去之后 没有对象 照的是什么 照的还是这个灯 没能没锁 而能而锁 因为 那么一个灯 那就是没有能照的灯 和所照的物体 对不对 无能无所 而能而锁 那么它确确实是能发光 确确实是所发的光 也照在一个物体上 这个物体是什么 还是这一心 能发跟所发 还是这一心 不能说我一心 我就没有 就不能发光 这光就没有照的对象了 有 能发光的是这个灯 所照的还是这个灯 能锁不二 虽然能锁不二 但是 还是一心 虽然是一心 但是它能能锁 它能产生能 也产生锁 能和锁 都是这一心法界 所产生的 光和所照的物体 都是这一个灯 所以 如灯有照 还照于灯 就像是灯 有照 能照 照的什么 所照的还是灯 所以能锁不二 这个例子非常形象 就这八个字 如灯有照 还照于灯 这个一心 就相当于这个灯 这个一心 能信 信的是什么 还信的是这一心 一心本无能锁 而又能信 又有所信 能信的是这颗心 所信的还是这颗心 就和这灯一样 能照的是这颗灯 所照的还是这个灯 那么顾云 自信 所以我们说 自信起信 还信自信 而我们自己心 起了信 信什么呀 还是信自己的这颗心 视为 这个 叫无上 信其法门 所以大乘起信 论这个起信 不是我们凡夫的 因为有 我们凡夫的 生起 是靠因缘起 你有见思的因缘 你产生六道 你有尘沙的因缘 你产生四圣法界 你有无名的因缘 你产生十法界 所以我们看到的法 都是因缘生法 而佛菩萨所起的信 也是一法 但是他这个法 是性起 不靠因缘起 叫无上性起法门 所以大乘起信论 这个起信 是这样一种 性起法门 所产生的一法 叫做性起法门 所产生的法 是信法 他是基于这样一种 这个前提下 自信起信 还信自信 我们在这个世间 也信什么东西 也有能信的 我们很索性的事物 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 能信索性 实际上是一 能信索性 没有差别 而马明菩萨 写的起信 这个起信 不是这样的 没有能 没有索 而能 没有能索 但是又确确实实 产生了能索 虽然有能有索 但是还是异信 这个是特别不可思议的现象 我们有信 一定 当我们谈到信的时候 作为事件 一定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能信 一个是索信 而性起法门 能索婉然 非常清楚 有能信 有索信 但是还是异信 这就叫性起法门 他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这里面 就有一个性起法门的概念 而且是无上性起法门 无上 就是没有比这个 更高的 升起万法的机制了 这个法的升起机制 是靠性起 而不是因缘起 所以这样的法 起出来的法 叫功德法 是称自信的 是符合自信的 所以无上 没有比他更好的 那么这样的性起 所产生的法 是称性的功德 而这一法当中 圆满具足 无量无边的真如大法 所以这一法当中 都就是法身 就是真如的全体 它与真如的全体 是相吻合的 什么性 以真如性相吻合 它本身就是真如 所以叫性起法门 那么我们性起法门 我们在这里边 再把它给完善一下 再查一下字典 看看什么叫性起 给它搞准确 给它搞准确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 万法的升起有两种 佛菩萨的起法 是性起 我们的起法是缘起 我们的起法是缘起 我们的法升起 然法是因缘起 净法是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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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有二法 然法 净法 然法是因为什么 染的因缘 净法呢 是净的因缘 净法是净的因缘 而产生的 那么 其实性起和缘起 在佛门当中叫二门 一个是性起门 一个叫缘起门 那么性起门 是这么解释的 至如来之果上 正得如来果了 正得佛果了 则真如法性 顺于自性 而起净法 真如法性 法的本性 他怎么起法呀 他起的法 首先是净法 顺于自性 顺从真如 而起净法 所谓性海无风 性海没有风浪 性海没有风浪 金波自涌也 金波自己涌起来 我们这个心海 我们这个心海 叫石海 石海不能叫性海 我们这个石海 是因为有无明风 产生了石浪 所以我们这个石的产生 是因为有无明的风 所产生的 而如来果地上的 它不能称之为石海 它称之为性海 我们的石海叫阿赖耶石 阿赖耶石的海洋 形容词 那么它是性海 它没有阿赖耶石 它破何何时 灭转石像 显现法身 清净至故 所以它是性海 性海没有风 没有无明浪 那为什么还会起 起波浪呢 金波自涌也 自己产生 这就是性其法 故为是净法耶 所以它产生的法 全是净法 我们叫功德法 所以它产生的法 都是净法 所以我们也管 这性海叫法身 为什么说 如来身叫法身呢 因为它能够起净法 它这个法的生起 不是因为因缘而生起 是自己起来的 自己起来 那它为什么会有起有灭呢 完全是根据众生的因缘 生的燃法 而生起这个净法 这个净法的生起 不是独自 就是我自己要生点净法 它完全是为了解决众生 因为因缘所起的燃法 它把你救出来 因为这个因缘 它性起净法 这个净法的目的 就是为了克服你的燃法 除此之外 净法没有任何作用 所以佛菩萨所起的净法 就是一心一意为众生 去掉燃法 所以燃净二法 是相对而理 真正众生的燃法 没有了佛菩萨所起的 性海的净法 性海所起的 性起的净法 也就不存在了 没必要了 所以他们非起 非不起 从他性海上来讲 他没有起 从众生有因缘生燃法来讲 他又不是不起 你有因缘路 我们可以起 你只要有谜的因缘 那我为了把你从谜拉过来 拉到雾 所以我起 如果你没有谜的因缘了 没有燃法了 我这个净法也就不产生了 是这一桩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佛菩萨起心动念 佛菩萨他的法身所生的法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把众生的燃法克服掉 去掉 让你凡染成净 反迷归物 反生死得涅槃 反反恼成菩提 就是为了这个 反恼菩提 生死 这都是燃法 烦恼 生死 这都是燃法 正是因为有了这两种大燃法 所以他才成了菩提法跟涅槃法 来克服你这个两个燃法 所以涅槃是针对 是净法 是兴起的法 它是根据你众生因缘所生的生灭法 生死法 那么菩提是净法 它完全是根据众生烦恼法 而产生的 让你把烦恼去掉 把生死改变 出现了这两法 所以菩提 非起 所以菩提了不可得 涅槃也是了不可得 那么 所以 那么性启门 我们再学一遍 至如来之果上 则真如法性 顺于自性而起净法 所谓 性海无风 金波自永也 故为是净法 所以他起的这个法 只是净法 全是净法 没有燃法 所以我们叫功德法 有多少法呢 非亦非亦 不可思议诸佛之法 是故 说 真如明如来藏 亦明真如法身 真如他自己会起法 所以我们管真如也叫法身 二 缘起门 就是讲我们了 这个法的生起 完全是因缘所生起的 那么 缘起门 真如法性 在众生之因中 你看 真如法性 我们这个 我们是众生 众生是因地的佛 还没有证得佛果 在众生之因中 我们因心 我们的心是因地的心 我们这颗心 我们这颗心 也是真如做的 但这个时候的真如 法性 在众生的因地的时候 这个真如法性 它怎么表现 这个真如心 它怎么生法呀 它不是性气 不是金法自勇 不是金波自勇 那么真如 处在众生的心当中 我们叫如来藏了 藏在众生心当中 藏在众生心 为什么藏 藏在烦恼当中 藏在生死当中 从智慧上来讲 失去了 菩提变成了烦恼 从这个生活状态来讲 涅槃变成了生死 那么这个时候 真如在这种状态下 在烦恼 跟生死的状态下 叫做在阴中 在阴底 那这个时候 就是讲我们众生的 这颗心 这真如心 处在这样两种状态 烦恼的状态 跟生死的状态中 随染源而起燃法 这个时候真人真如 也起法 随你的染源 它生起燃法 过恶深重 非常非常可惜 非常非常可惜 那么这个时候 他随染源而起燃法 比如说 燃源 剑丝是燃源 生六道燃法 尘沙是燃源 生四道 四圣燃法 无名是燃源 产十法界之燃法 所以 随染源而起燃法 故 缘起之法 同于燃经 所以 缘起之法 有燃法 有经法 性起的 只有经法 但是缘起呢 它有燃有经 受了谜的 这个缘 它产生燃法 受了物的缘呢 它就产生经法 佛 实法界的佛法界 那就是经法 那么这个经法的法界 那也是有因缘产生的 是因为你误了 你才产生了 十法界的 第十法界 叫做佛法界 所以佛法界 有经法 就法身大使的法 为什么叫法身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金波自勇这身 全是经法 这个经法 是因缘产生的 你看 经法 有两种情况产生 一种叫性起 一种叫缘起 而燃法 只有因缘起 经法可以性起 当你正德如来果地的时候 你也产生经法 这个经法不是因缘起的 是性起 当你在 这个 但是 因缘所生的法 也能生经法 我们通过累劫的修行 我们从 放下了分别和执着 去掉了无名 这是因 我们产生了佛 那么这个经法的产生 是因缘生的 所以 因缘产生 静法 也产生 染法 你给他染阴 他产生 染法 给他静阴 他产生 静法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他就说 缘起法门 真如法性 在众生之音中 随染缘 而起染法 故 缘起之法 通于软静 然后他就 所以 静法 可以通过 因缘来生的 等你生到究竟处 一点染法都没了 一点无名都没了 突然那一下子 你这个静法 就变成缘起了 就变成性起了 对不起 就变成性起了 那个就是你果地上的 静法产生 那是第一异地 第一异地所产生的 静法 为什么 完全是 你看我们的 起心中里边读 真实不空 视线大义 他会视线 视线他没法 怎么视线 他得视线成 各种各样的法 菩提法 人法 产生人 产生法 这都是他 果地上的视线 随众生跟视线成就 无量利益 这利益不就是 利益法吗 无量的利益法 随着谁的根呢 随着众生的根所产生 这就是兴起法门 真实不空 视线大义 离仗法 现如来等种种色生 令笔修行 诸善根故 让那些受了染污的众生 修习善事 反弥归物 那个时候 他所生起的法 完全是兴起法门 证得绝了 证得佛果了 那么 问 佛果之功德 岂可无缘而起 佛果 到了佛的国地 他的这种能力 怎么能够 没有缘 他就起法呢 答 非云无缘 并不是说没有因缘 就是我们起心的说 有因缘故 亦可得说 则有因缘故 亦可得说 就是兴起法门 就是佛果之功德 岂可无缘而起 就佛 证得佛果之后 他的真如的功德 怎么能够 我真的不理解 没有缘 他怎么能起法呢 答 非云无缘 并不是没有因缘 他就生起了 就像我们这个 欧易大师说 若不做情之 顺四溪谈 则有因缘故 亦可得说 那佛果地上的 这个法 虽然是兴起的法 但是他刚开始 生起的时候 是有因缘的 那你看他 答 非云无缘 实 由缘而起 实实在在 实由缘而起 就是说 则有因缘故 亦可得说 也是可以讲的 也是可以起心的 实由缘而起 但起 只是 但就在这 就古文这个 但是的但 是在这张 只起 只是起了以后 立刻他 因为有因缘 他生起了这个法 则为缘 而顺性 那么他立刻就 违反了 生起这个法 的这个缘 而什么呢 而顺性 你看看 所以佛菩萨 所起的法 首先他产生 也是由因缘产生的 但是一起了以后 立刻 他就把这个缘 去掉 违反了这个缘 顺什么 顺了法性 所以他的挑起 还是由因缘起 挑起之后 挑起他的因缘 他就违背了 他就不再尊重 你那个因缘 而顺了法性 而顺了法性 由缘而起 但其以 则为缘而顺性 顺性什么 顺四溪谈 四溪谈是他的性 顺四溪谈而性 故 废缘 而但云 行起 性起 所以我们把这个 生起他的缘 给废掉 不提了 我们只谈性起 所以性起的源头 还是由缘起 所谓因缘生法 就是在佛果地上 他是性起法 也应该说是 缘起性起法 的二门 但是呢 因为他一旦 因为因缘起的法 立刻他就顺性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缘起 废缘而 但云 行起 我们只说 行起 是这意思 这叫性起法 跟缘起法 我们了解了 就行了 所以我们说 佛菩萨 给我们讲起性 劝导我们信 那是因为 我们有迷的这个缘 他是因为这个缘 而给我们讲 这个信的这一法 但是他一旦开始 给我们 因为我们迷这个缘 而给我们讲 信这个法的时候 他起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迷 但是他一旦 起了信法之后 他就顺着法性了 那顺着法性 这个信可就是法界 他就能产生 无量无边的法 因为法 信是法界 因为信的起 是靠染的缘 是靠谜的缘 但是一旦起了之后 他就顺性 顺性这个信 顺性的信 就是真如 他不仅是真如产生的 而且他顺从了真如 他不违背真如 那么这个信 在我们来讲 叫信 在佛菩萨来讲 他就是法界 产生所有法 所以信为道源 功德 这个信 只要是顺了法性 从这个信当中 产生 所有所有的 如来果地上的法 因为他称性 因为他跟性 是顺着的 因为他是跟性 是顺着的 那么 所以 这叫性起法门 所以起心论这个信 可以说叫 性起法门 但是这个信 他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 他是因为有众生 迷的这个因缘 缘 所以他产生了 性起的这个信 一旦起了以后 他就伪了这个缘 他没有想 因为你迷 所以我要让你悟 但是是因为你迷 我刚开始因为你迷 我产生了这个信 但是我一旦产生之后 我立刻就回归自信 没有能信所信 没有能迷所谜 没有能迷的众生 也没有所谜的佛菩萨 这叫顺性 所以说他讲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起信的 这个起字 起嘛 为什么说起 他是性起法门的起 信其法门的起 那么再往下来 再往下来 那么次是信者 下面我们起 起解释完了 我们再次也是信 解释信 据为时论 根据为时论 看这个为时论怎么产生 怎么阐述这个信 于诸善心所中 我们心所就心里活动 心所法 心所拥有的法 就是起信动念 心有心王 叫心体 还有心体在起作用 所产生的这个法 叫心所法 心所法中 有善心所 有恶心所 而善心所中 信属于善心所 就是善的心理活动 所以于诸善心所中 有很多很多的善心所 在众多的善心所中 在诸多的善 在诸多的心所拥有的善法当中 最为上手 上手就是第一 特别是第一 就这意思 最为上手 上手就已经是很不得了了 上手就是第一 最为上手 特别的第一 就这意思 强调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信心 这个信字 在所有的善心所中 它是第一呢 他解释了 他解释了 位于实德 什么叫信呢 给个定义吧 信就是讲 位就是讲 于实德 对于什么呀 信 信什么 信 它的对象是实德 实德 就是我们实实在在 心里的 我们自信的功德 于实德 能深忍 深深的 这个忍 就是认同 认可 深深的信 深深的认可 对于实德 什么叫信呢 就对于我们自信的 实实在在的能力 功德 有深深的认同 非常的认可 能深人 要欲 要喜悦 高兴 高兴 喜悦 那么欲呢 就是想得到 那么你看 我们有六境出现的时候 你看我们说 因为不觉 因为一一觉果而有不觉 生三种相 一叫无名夜相 第二叫能见相 第三叫境界相 以有希望境界缘故 附生六种相 一者志相 生爱非爱心 你看 这就是 这个要 就是志相 就是聪慧 有智慧 智慧所产生的结果 就是爱和不爱 因为你 产生了爱和不爱 所以你的感受上 就产生了苦和乐 所以 以有虚妄境界缘故 附生六种相 一志相 生爱非爱心 二相续相 一于志 苦乐绝念 相续不断 这苦和乐的感受就出来了 因为你爱 你产生乐 乐就是我们这说的要 苦要绝念 我那边念成苦乐绝念 实际上就是这个乐 苦乐绝念相续不断 所以 这就是那个乐 因为他有志 他生爱和不爱 因为爱 所以他就乐 他就乐受 苦乐绝 苦乐的感觉 苦乐绝的这个念头 就产生了 因为有苦乐绝念呢 怎么样呢 一于苦乐绝念相续 第三个粗相 一于苦乐绝念相续 而生执着 这个执着就是要得到 就是我们这说的欲 为于实得能深忍 深深的认同 要欲 深忍 就是我们说的志向 深爱非爱心 因为这个志向 我们生苦乐绝念 这就是我们这里边说的 深忍以后这个乐 因为这个乐 所以我们生执着相 就是这里边说的欲 想得到 所以 为于实得 能深忍 要欲 这一下子 这四个字 就把这个六出相的 前三相就给讲了 志向 相续相 跟执着相 那他的本性是什么 信 信这个心索 他的本性是什么 心静为性 干净 他的本性是干净 一点染目都没有 他起作用呢 性 是体 信心的体是什么 体性 是静 相呢 相 在体 心静为性 呈现出的相呢 这个信心 所呈现出的相 就是要欲 他起的用呢 起的用呢 对志不信 他发挥作用 就能把这个不信给去掉 乐善为业 这就是他的用 对志不信 乐善为业 体相用 业用 什么 他的作用 就是能够 把不信这个问题解决 同时 让你 开始修善 那么 对为师论 有个解释 是云 是云 然 信差别 这都是为师论里边的文 为师论里边 他一边写为实 他后边有解释 是云 就对这刚才说的这句话 于诸善心所中 罪为上手 为于实德 能身 忍 要欲 心静为性 对志不信 乐善为业 是云 然 信差别 略有三种 而信的差别 有三种差别的信 不同的信 略有三种 信 有 有差别 三种不同的信 一 信实有 他相信实实在在是存在 真有 什么意思呢 信实有 不是信有三种吗 第一个叫信实有 这是第一种信 为于诸法实事里中 对于所有的法的 真实的 事和理中 深信人 故 深深的信 认 认同 认同了信 而且这个信 是非常深的 就是坚定的 所以他首先信的是 所有法的理 跟所有法的事 对法的理 他是非常的 深的 认同 信 毫不怀疑 这里边呢 就谈到了 这个法 于诸法 实事里中 深信 人故 前面又说 这个 又说这个 就讲这个 我们这个学佛 他老碰到这个法字 于诸法 于各种各样的法的 实事里 实实在在的 事理 他深信 人故 那么这个法 在佛门当中 所谈这个法 讲的是什么呢 佛门当中 讲法 我们有必要 把它澄清 这样的话 我们再谈到法的时候 我们不至于呢 每个人有各自 不同的 这个 不究竟的 似是而非的 这个说法 所以我们在这呢 把这个法字 这个概念 给他提出来 大家呢 统一下认识 统一下说法 以后我们再往下 学习的时候呢 一遇到法字 我们大家就知道 哦 这个法 不是我们 稀里糊涂的 迷迷糊糊的 似是而非的 这么一个解释 而是呢 有一个明确的 指向 明确的定义 和明确的内涵 所以 我们先停在这 信实有 位于 诸法 实事里中 深信人故 那么我们就要回答 什么是法 这个法 那他有事 有理 一个法的产生 法是一件事 产生这个法 他还有理 所以法 有两重性 一种从事上 他真有 一种从理上 他这个事怎么来的 怎么产生的 所以事 靠理成 是靠着理来形成的 理呢 由事先 所有成法的这个理 都靠这个事项 给显现出来 所以法 有两部分 一个叫事 一个叫理 理呢 就是理解 事呢 就是 能看见 能把握得住 所以一谈法 就有两部分 一个呢 叫做 有自体 那他事吗 他有自性 你到底是木头啊 你到底还是金啊 你还是铁 他保持着自己的自性 他因为他只要一谈到事 这个事 他就有个性 他是什么东西 所以 法的第一个含义 就是认持自体 他自己是拥有自体的 他第二个特性呢 他有理 你看 是理吗 理呢 就是让你能够产生 这个法不是光有事就完了 他还可以被你理解 鬼神误解也叫法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法 一旦说出来有法 从性上 他有特殊性 他有自性 他有区别于不同的法的个性 自性 同时 一谈到法 就讲 这个你研究的 带自性的东西 是能够产生理解的 是能够说到的 这是铁 铁有分子 水有水分子 它后边有理 为什么你管它叫铁 为什么你管它叫水 它在分子上不一样 它是水分子组成的 水分子是两个氢一个氧 H2O 那么铁分子叫FE 我们讲化学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 鬼神误解 导致你产生对这个物体的理解 什么叫铁 铁是一件事 但是FE是铁 为什么我管它叫铁 铁是由 有什么样的分子组成的 它有多大的重量 它有什么样的特性 这都是铁这件事 所含的理 叫式理 这个理 就是我们的理解 就是我们产生对这个物体的描述 和认识 所以一谈到法 它就有一个 从事上来讲有字体 从理上来讲有说法 所以这叫法 所以第一个认识自性 第二个叫鬼神误解 产生对这个事物的理解 这也叫法 所以我们谈到任何一法的时候 它必须得具备这两条 一个性上什么性 第二一个有什么说法 你得给我说清楚这叫什么法 这个法是什么东西 它怎么理解这个法 所以这一个法 它有自性 它能被理解 这个理解 这个理解一旦说出来 它跟其他的法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理解把法和法区别开 这个自性把法和法区别开 所以我们一说法 你看 我们看字典 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用白话文解释一下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文 这个字典的这个法的解释 就比较清晰了 都法 法者 凡云达摩 凡文管法叫达摩 那么 为 是什么呢 这个为 通于一切之余 就讲一切的东西 都可以叫称之为法 小者 大者 有形者 无形者 真实者 虚妄者 事物 事物 其物者 道理其物者 讲事物的这个东西 也叫法 道理的东西 也叫法 理也叫法 事也叫法 西节为法 所以法的概念太广了 大 就是这个法 是所有东西都能称之为法 所有东西都称之为法 你说是事情 可以叫做事法 你说理吧 叫理法 你说大吧 叫大法 小吧 叫小法 真的吧 叫真实法 虚的吧 叫虚实法 虚妄法 法是什么 所有东西 那么 这又讲 唯实论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唯实论 它给这个法 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义 唯实论 以自体 认识 与鬼生误解 二义解法 唯实论说 这一个法 它有 这个法 唯实论 靠着 凭着 自体 认识 自己拥有自体 认识就是保持 有自体 保持自体 与鬼生误解 同时 同时 这个法 能产生很多解释 产生很多描述 二义解法 所以任何一个法 它认识自己 同时 它有一套特殊的描述 描述这一东西 它有一个 它能产生理解 产生说法 自体认识者 讲的自体认识 什么意思呢 竹有竹之自体 竹子有竹之自体 梅有梅之自体 梅有梅花的 自己的体 有行者 有行之自体 无行者 有无行之自体 有行的 有体 无行的 也有体 各保认 维持 其自体 各个都保持 这 凭借着 拥有着 自己 并且维持着 自己的自体 鬼生误解者 什么叫鬼生误解 为 如是 既各有自体 结为自体 认识之状 鬼生误解者 为如是 既各有自体 结为自体 认识之状 那么 你既然有自体 这个自体 就会呈现出一种状态 你是竹子 还是梅 那么你这竹子和梅 一再产生 我是不是就去产生 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是个竹子 这是什么 这是梅花 我就能产生 我对你的理解 那么 就是说 鬼生误解者 这个东西 法有形的法之后 它就能产生 我对它的理解 所以你看 一个法 对于有形的 这个法 它第一 有自体 第二 看到这个有形的东西 这叫尺子 这叫书 这就是产生了解 就产生这种理解 那么 鬼生误解 有形至自体 各保认 维持其自体 也 鬼生误解者 为如是 既各有自体 结为自体认识之状 它就有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 我们一看 我们就看 产生对这种状态的 这个理解 然 只限于有体 那么只对 这个有 真的就看到的 这个物体的 有实体的这种法 我们能产生物体 不能容物体 鬼生误解 产生对物件的理解 不能对于那些 没有体的法 来产生 法者 兼设物体 该尽一切 法者 这个法者 包括那些 有形的物体 和无形的物体 对那些 有形的物体 我们看到它 就能产生对它的理解 这叫尺子 这叫书 这叫煤 这叫猪 但是法呢 包括那些 没有体的法 所以 法者 兼设物体 该尽一切也 所以法 包括一切 有体的和无体的法 包括一切法 所以 为实论 一约 法 为 鬼持 法 就两个特性 一个是 持有字体 第二个 这个字体有象状 能够产生 鬼就产生 鬼生就是产生 产生你对它的理解 这叫做 为主为法 所有 就 法 为鬼持 那么 法 为鬼持 鬼为 鬼犯 可生误解 样子 鬼犯 犯就是样子 可以产生对的物理 持 为认持 不舍自相 认持 保证了自己的 相状 还有自己的相状 那么 是法 名 有二 是法 的这个名字 有两部分 一 能持 自性 它有自性 为一切法 各守 自性 如色 等 性 常 不改变 如色 等 色法 色等 性 常 不改变 它的性质 是物质 它永远是物质 是精神 它永远是精神 二 鬼生 圣解 如 无常等 生 人无常 等 那么 无常 也是一法 那么 无常 这个法 是不是 我们就能产生 无常的这种理解 哦 无常 比如说 无常是一法 这无常法 等等等等 这些法 那么 能够产生什么呢 人 无常 能够产生 人无常 这样一种理解 所以 就这意思 所以它有字体 有象状 而且能产生 对物体的理解 对一件事物的理解 也叫法 所以 那么 信实有 我们来回到原文 我们回到齐心论 回到这个列王书 信实有 位于诸法 实事里中 就是刚才我们参照这些法 有字体的也罢 能产生 理解的这些东西 都称之为法 那么 这些 于这些法的 实实在在的产生的事情 和产生的理当中 现象跟理当中 现象是事了 理呢 就是 现象和理和本质 理讲的是本质 事讲的是现象 对于所有法的现象跟本质 这些道理当中 深 信忍故 非常非常的 很深很深的信和认 认同 这叫信实有 真有理啊 真有这个事 二 信有德 信什么呢 信是能信呢 对象是有德 为于三宝 真净德中 深信要 对于三宝 佛法僧三宝 的净德中 三宝净德 三宝有德 他的德是净德 佛法僧净德 对他们的净德 就是他们的能力 他们因为修行功夫 到家所产生了 一种能力 德能 所以叫做功德 对他们 由于累劫的修行 正得佛果 佛法僧 之后 所产生的这个德当中呢 深信要故 非常深的信 并且高兴 生 乐念 苦乐绝念的乐念 所以第一个 深信忍故 就是深爱非爱心 志向 志向就是智慧 他在深深的信 这是志向 第二个 深信要故 苦乐想 苦乐绝念 这是一种觉 这是一种念 这是一种感觉 乐的感觉 第三 信有能 为于一切事 出事善 深信有力 能得乐过 所以信有能 就是他相信 他能够发挥作用 他能够发挥作用 能够产生结果 能够有用 信 有能 为于 什么叫有能 他能产生什么结果 为于 对于 一切 事 善 出事善 身心有力 他能产生 事件的善 跟出事件的善 他是有力量的 他是有能力 达到这个目的的 产生事善 和出事善 能得乐过 通过他 我们能够得到乐过 有能 能得到乐过 这个能 有能 信有能 有能 什么能啊 能得到乐过 能得到乐过 能成圣道 这都是能 能得乐过 能成圣道 这就是信他有能力 起希望固 燃起了希望 这个希望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说的 身人 要欲的欲 欲望 想得到 由私 对质 不信 彼心 由这个 来对质 那个 不信 对自己的心 不相信的 这样一个错误 他能够对质 不信自心 的这种不信 不信自心 爱要 正修 事出事善 爱 你看这 我们说 生爱 非爱心 要 苦乐 绝念 修 事 出事善 就是执着 要得到 那么这个爱 要 正修 事 出事善 在六粗相当中的 就是前三相 如果前三相叫货 作为烦恼来讲 起货 造业 因业 受苦 那么这个 也是六粗相的善用 既然六粗相 他有善 有恶 起货 造业 因业 受苦 这叫做恶的作用 那么爱要 正修 事出事先 善 这是六粗相的善用 尽管他还是在分别执着当中 但是 这种妄心 他起到了善法 他把这妄心 能够带立出妄心 永托妄心 你把三系六粗扔掉了 你靠什么来修成佛果 也没有 正是你有分别执着 所以你才执着佛法 你才能分别善恶 所以你才知道修善 所以我们要在染污当中 走出染污 如摩尼宝 在旷汇中 体虽明结 虽然你体是明结的 但是你在旷汇中 这旷汇就相当于三系六粗 你不把这三系六粗 你这个摩尼宝也出不来 那么你的真如 在三系六粗当中如来藏 你不把这三系六粗去掉 那你的真如也显现不出来 不能变成法身 而三系六粗的驱除 你光靠动脑筋想不行 你真得把这在实践过程当中 在三系六粗当中断三系六粗 利用三系六粗的这个能力 把三系六粗给断掉 就这意思 所以我们再读一遍 所以士云解释说 然信差别略有三种 有三种不同的信 一信实有 位于诸法十世里中 深信人故 这就是生爱非爱心 深爱心了 第二信有德 位于三宝真净德中 深信要不高兴 想到他就高兴 就乐 这不是爱了 这是乐了 这是更粗壮 这种情绪 比那个爱和非爱 比那个深信忍故 这个情绪更粗壮 信要故 那么信有能 位于一切事出事善 信 深信有力 能得乐果 能成圣道 起希望故 这就比那个要 比那个乐 这个情绪更粗壮 要执着了 乐是分别 乐是分别 这个是执着 要拿到 由思对质不信笔心 由这个来对质 我们那个不信 不信的 由笔心所产生的不信 或者不信这个 我们这颗心的这个问题 爱要正修 事出事善 爱要正 修 通过修来正国 事出事善 那么 这是讲的 唯师论 对信心的 善心所的解释 那这当中呢 我们就碰到了什么呢 一个是德 第一个呢 信实有 真实 这实有 是真实存在 这么一个东西 叫自信 真实存在 我们这一心 这个存在 有事有理 事上我们承认 理上我们认同 所以这个一心 你看 一切众生心 有法即法 有法就是存在 即法就是理 这个存在当中 是有道理的 是能够产生 我们对它的理解 它里边是有理的 光有一个存在 但是存在里边 所成就这个存在的道理 你也要懂 所以任何一个存在的事物 它既有存在的这个事 它又能让这个事成的理 那么信实有 就是对这个理的认同 对事的承认 这叫信实有 有就是信存在 存在什么呢 从物上存在 从事上存在 从理上也存在 这个有是指两个 那么 有德 这就牵扯到 德字 那有德 我们有一心 这个心真存在 这个心有什么用吗 这个心有什么能力吗 德就是讲这个能力 那么这个德叫功德 通过修行的功夫 你得到了能力 这叫功德 真有德 真有能力 三宝 真有能力 这叫德 那么第三个 叫能 这个德 第二个叫德 第三个叫能 能呢 就是能够的意思 能够达到目的 能够起到作用 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收获 就是说 你看 能得乐过 能成圣道 有德 有能 那么 信实有 就信体 那么信 信有德 就信相 体相 这个心的体 我信 那么信有德 这个心有相 相大 体相 用呢 就是信有能 所以它分成三个 三个信 实际上就信这一心 信这个心体 叫做信实有 真有体 真实不空 你看我们讲真如 有二种别 一真实空 远离一切不实之相 显实体固 真实不空 有自体固 这就叫信实有 信相 这个信真有相 有德 什么款 功德 大智慧光明 以变照法界 以偿了我境 以寂静不变 自在意 这就是 德 用呢 你看就是说 信有能 能生一切事出世间 善因果故 这奇心的那是说的 所以信 在唯识论当中 三信 实际上就信这一心的体相 用 信体它真有 你就别有 真有这东西嘛 真有 这东西有能力吗 有能力 能起作用吗 能起作用 这就是信 金 回过头来 他讲完唯识之后 他是为什么叫列网书 他不是把这个唯识 跟这个奇心对立起来吗 二论拐通 拐通水火 你再看 这个奇心论当中的论怎么说 不是奇心论是谈信吗 我们看唯识论谈信是怎么说的 我们在反过头来看 今天的大乘起信论怎么谈这个信的 你看他们俩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偶遇大师这一段的安排 是非常非常有深意的 让你不攻自破 把这个迷茫就裂开了 撕裂开了 今论中云 信有四种 我们这个奇心论当中说 信呢 有四种信 唯识论叫三信 起信论叫四信 一信根本 为要念真如法固 非常高兴的 非常愿意思考真如法 念念不忘真如法 信根本 为要念真如法固 二信佛具足 信佛具无边德 我们相信这个佛 具有无边的德能 为常要 礼敬 供养 文法修行 回向一切智古 我们相信 这个佛 有功德 所以我们会 坚持不懈的 常就是坚持不懈的 常要 坚持不懈 不仅坚持不懈 而且他心里的状态 是乐的状态 你看信根本 大家注意 常 为乐念真如法固 前面加个乐 这个乐 就是我们说的六粗相的第二相 一于智生 苦乐绝念 苦乐这个乐 高兴 是一种感受 乐念真如法固 你看这都有乐 这个乐 就表示你是还是在分别执着这个六粗相当中 第二信佛具足无边功德 为 讲的是什么呢 常乐 常要 经常的 高兴的 干嘛呢 礼敬 供养 文法修行 礼敬 供养 文法修行 不仅坚持不懈 保持不变 同时还是乐 高兴 喜悦 做这桩事情 你看这就是六粗相当中的第二相 文法修行 回向一切桎 三 信法有大利益 起信论的第三个信 叫信这个法 你看第二个信叫佛 第二三个信 是信法 有大利益 能够给我带来很大的利益 为 也就是说 长 又是长 坚持不懈 坚持下去 永远保存着 要修行诸波罗秘工 你又是个乐 所以你看 信 起信论的信 都带着乐 都带着乐 非常高兴的 非常高兴的坚持不懈的 礼敬 礼敬 供养 文法 修行 回向一切之物 对这些诸菩萨们 也要供养 正修 自立立他行物 自己修行 自立立他的行物 那么 这里边说 诸菩萨中 什么叫菩萨 正在干两件事 自立立他的事 这叫菩萨 还没到佛国 到了佛国之后 你看 到了佛国之后 他的德能 他的功德就全部恢复了 那个时候 他的作用是什么 让大家礼敬 供养 修福 文法 修行 开会 福慧二足 回向一切之物 他用来干这个 福德 智慧 二种庄严 西元满意 而在菩萨的时候 还没到佛的国地 他的福德和智慧 还没有圆满 所以 他要自立立他 还要修行 正在修行过程 对这种正在修行 从因正果的 这些菩萨们 我们也要信 也要供养 正修 自立立他行物 这些菩萨们 给我们 实现了 应该怎么样 在日常生活当中 生活学习工作 生活学习工作 这是 起信论的文 那么我们回过头 应知 实论 实论 就是 唯实论当中的 一 信实有 我们应该知道 我们应该能 通过这样一比较 我们应该能看得出来 实论当中的 第一个 信实有 即同 金论 就同 就如同我们 今天的起信论的 一 信根本相同 即同于 和我们今天 起信论的 一 信根本是相同 对不对 我们 我们起信论第一个叫 信根本 他们叫信实有 根本不是就 根本不就体吗 就体 信根本 那么实论当中的 二 信有德 三 信有能 这二 三 合在一起来说 集合 就符合 就和我们什么呢 就和我们今天 起信论的 第二 三 四 相合 第二 三 四 信相合 所以我们 起信论的第一 叫信体 信实 信根本 第二 三 四 实际上 就是信德 信有德 信有能 就是实论的 有德 有能 所以我们起信论的二三四 就是信这个心的体 相和用 你看我们说 这个 信佛 具足无边德 信佛 具无边德 为常要 理静 供养 文法 修行 回向一切志无 这就是信 我们这个德 信法 有大利益 这就是信用 体相用 信根本 就是信体 信 信佛 具足无边德 就是信有德 就是信相 同时 信法 信 第三信 信 信法 和这个 信正行僧 就是信 有能 就是为实论的信有能 就是我们说的 体相用的用 能启用 能启用 所以 他说了 应知实论 一信实有 即同金论 一信根本 实论 实论 二信有德 三信有能 即和金论 第二三四信也 就这一次 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他俩不应该不一样 不应该对立 又 实论云 同时 这个实论当中又阐述 继续 他继续引用实论的话 此信心锁 这个信心锁 这个信心 这个是个 此信 心锁 这个信的心锁 心的心理活动 就是 心锁 就是心的心理活动 自信成亲 他的本性 他的本性 是清的 澄清的 干净的 澄清的 亦能 静于心 心锁 同时他还也 他自己本身是澄清的 同时 他还能把其他的心 有心王 心锁 心里的心王的 其他心王的心理活动 全部都能给他清除干净 这个不得了 如水清珠 能清浊水 水清珠是一种珠子 它的名字叫水清珠 它的作用就能把浊水给清除 水清珠自己本身很澄清 很干净 同时 他还能起作用 能把浊水给清干净 如水清珠 能清浊水 能清浊水 那么这是 在华言经里边 佛呢 举出菩萨的德的时候 其中的一德 他的 他有 他那个 菩萨德当中有一多 叫水清珠德 就是说形容他的德性 像水清珠一样 那么我们信心锁 自信成清 亦能净于心心锁等 如水清珠 能清浊水 就如同水清珠啊 这个珠子 能把浊水给清除一样 那么 我们把水清珠呢 这个典故 给 给大家 这个 再说一遍 大家对这个 对水清珠呢 有一个 比较清楚的理解 什么东西 这大方广佛 华言经卷 入法界品当中的 这个典故 引用了这个说法 如水清珠 能清浊水 我们看 十 我们看这个华言经 入法界品当中 这一段 叙述 我们把它摘录下来 就知道 水清珠啊 在佛经当中 经常引用的 在华言经当中 也引用了 十 就这个时候 大光王 从三昧起 从三昧当中出来了 这个主 这个人呢 叫大光王 他是在三昧当中 起来了 出来了 告善才言 告善男子 我为之 此菩萨 大慈 为首 随顺 世间三昧门 我只是知道 这个菩萨 他最大的特点 就是慈悲 随顺 世间三昧门 随顺世间 他修的三昧门 叫随顺世间 如诸菩萨 摸合萨 为高盖 慈心 普音 诸众生 故 很大的盖子 慈心 普音 众生 就在树音 底下 这个树音 就相当于什么呢 他的慈心 他慈心 保护谁呢 保护哪些众生 这个慈心 就像高高竖起的 一个盖子一样 翻盖 就像我们说的阳散 阳散底下树音 那些热的众生 可以在底下得到音量 为修行 上中下 行 西等行故 就是这菩萨 摩合萨 第一个 就像高盖一样 他的慈心 能够保护 普遍的保护个众生 为修行 他 这些菩萨 摩合萨 他呢 在修行方面来看待他 看待这些菩萨 他能修下 中 上 行 他都能行 上 上法 特别的 棒的法 下法 特别粗陋的法 你看我们周立 盘托切 佛在尸首 他就是扫地 这是下法 这也是修行 你像我们阴光大师 讲法 那咱是不是 聚满了智慧 那就是上 下 中 上 行 西等 行故 他都可以干 他不会拒绝上 中 下 三法 上 中 下 三 行 只要能利益众生 让他干什么都行 无论这是什么东西 能利益众生 我就干 我菩萨当中 没有分别 这些 他就是想 他就像高盖一样 他在修行方面来讲 他什么样的行 他都能干 什么样的事都能做 为大地 能以慈心 认持一切众生 或者 菩萨摩赫萨 还有一个德行 我们可以用大地来形容 他也可以用慈悲心 撑着 认持 就是拖着 保护 拖着一切众生 所以我们管他叫大地 如满月 这个菩萨摩赫萨的德行 他的行持 我们可以用月亮来形容 他叫满月 福德光明 于世间中平等现 显现过 天上的月亮 在世间 他的福德 这个福德不是公德 他的福报 像月亮的光明一样 在世间当中 平等的显现过 对大家是平等的 就像月亮一样 穷人看 也能看见月亮 富人看 也能看见月亮 聪明的人看 也是月亮 笨的人看 也是月亮 于世间中 平等现过 那菩萨 有这个德行 谁跟他在一起 都能沾到他的福德 都能分享 他的福德的光明 而且他给这些众生福德的时候 福德就是福报了 就物质待遇了 平等 平等现过 为静日 菩萨还有一个德行 我们可以用静日来形容 菩萨的高尚的德行 为静日 以至光明 照耀一切所知静故 你看 像满月 满月形容福德 那么 为静日 静日相当于智慧 你看 福德智慧 那么这个智慧 干嘛呢 像 像日 日头 我们可以说 用静日来形容菩萨的德行 那么 他的智慧 为什么我们用日头来形容 他的 是他的德行呢 因为他的智慧能够照耀一切所知静故 一切静相 他就能照得干干净 都能够分别染静诸查别法 他有一切种智 能知道所有的世间的境况 能够认识所有诸法的实性 能够知道一切在阴地的这些众生 还没有成佛 他们的根性 他们什么时间能够成佛 什么时候机缘成熟 他们的种性是什么种性 他都能知道 一切所知静故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切种智 为明灯 能破一切众生 心中诸黑暗固 你可以说菩萨 我们可以用明灯来形容他的德行 为什么呢 他可以能够破除一切众生心中的烦恼 诸黑暗固就是烦恼 剑思烦恼的思烦恼 为静日 以至光明照耀一切所知静故 这就是说剑烦恼能够克服掉 那么为明灯 能破一切众生心中 暗 诸黑暗固 这就是思烦恼 这下边就开始我们说 为水清诸 能倾一切众生心中 禅狂灼固 就像水清诸一样 我们形容菩萨有这个德行 我们用水清诸来形容他的德行 为什么呢 因为他能够清一切众生心中的禅狂灼固 所有众生心中的禅狂 这都是口叶 口叶 这个口叶 禅狂 这种污秽的口叶 肮脏的口叶 它都能清除掉 等等 所以 如水清诸 能清灼水 那么在《华言经》上来讲 这个水清诸 它专门提出来 这个水清诸 能清一切众生 禅狂灼固 那么水清诸 从这个《华言经》上我们来看 好像它 它更针对的是 菩萨有这么一个德行 能够把众生 口叶当中的禅 禅 狂妄 粗犷的语言 禅狂的语言 这个桌能去掉 我们往后学起心论 我们也发现 起心论 你看 到最后 也是有这个德 也是有这个作用 你学了其心以后 你说话 就不会傍佛 傍法 傍僧 禅狂 邪剑 都能去掉 所以 如水清诸 能清浊水 就从这儿出来 又诸染法 欧益大师说 再接着来 又是继续的意思 诸染法 各种各样的染法 染法太多了 因为染因而生染法 各有别相 你看 我们刚才讲法 大家记住 法一定有字体 能成相状 那么 又诸染法 各有别相 有法他就得有相 有法就得有相 所有不同的 各种各样的染法 各有别相 每一个人的相都不一样 唯有不信 但是这个染法当中 有一法叫不信 不信是染法 唯有不信 自相浑浊 你说这个不信 这一法 是染法 所有的染法 它都有它的相 唯独这个不信 自相浑浊 你说它自己 所带的相状 这个不信 浑浊 你真说不清楚 它是什么相 就是浑浑浊浊 说不清楚 但是非常非常浑浊 就和那个水 泥水一样 你给脚带一起 你看不清 这个水里边 是什么东西 浑水 浊水 自相浑浊 富能 它又能够浑浊 于心 心索 它不仅自相 它自己本身的相状 是浑浊的 这个不信 同时 它还可以把 其他的心王 跟心索 全部给浑浊掉 它有能力 就这个不信 就这么厉害 所以你看 就讲这个不信 有多 它的过恶深重 但是你看 这个信心 这一相比 这信心所 自信澄清 亦能静于心 心所 你看 这个信和不信 是相反的两法 信是静法 不信是然法 而信这个静法的能力 相当相当大 它能够 它自己本身清静 你看 这个不信 是自相浑浊 这个信 这自信澄清 那么这个信 能够静于心 心索 你看这个不信 能浊 能浑浊 于心 心索 所以这两个 你看看 两个极端 那么 这个为师讲 如水清诛 这不是偶遇大事 假的 这是 这为师论讲 如水清诛 形容这个信心 能清浊水 那么这个不信呢 如极会物 自会会他 这个不信 像极端的 脏的东西 特别特别脏的东西 自会 自己很脏 而且能把别人给脏了 会就是染物的意思 脏的意思 如极会物 自会会他 你看看 这个信和不信 差多少 有了信 是什么样的状态 有了不信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一看就看透了 信正翻笔 我们的信 正好跟这个不信 相反 唯有 这个 诱诛染法 各有别相 唯有不信 自相混浊 富能混浊 于心心索 如极会物 自会会他 信正翻笔 信正好跟这个不信相反 故 静为相 他的 这个不信是浑浊 这个信正好跟不信相反 什么呢 他的相是 是静 所以 信是静吧 所以 他就讲了 这个信的重要性 就是欧益大师在这引用 这个信的重要性 信的重要性 那么 再往下来 这个唯识论引完了 欧益大师接着说 就讲了 通过讲为实这一段 就告诉我们 信跟不信的区别 不信 信能给我们带来的利益是什么 不信能给我们带来的损害是什么 信是 善心索 不信是 恶心索 那么这个恶心索和善心索 他们俩 在唯识论当中 写得很清楚 欧益大师引这一段 提起我们注意 信之一法 有多重要 我们净土宗的第一法 信愿行 也是讲的信 也是讲的信 那么净土宗这个信 跟启信的信 是一个信 都是善心索 都有这个功能 他自信澄清 亦能净于心 心索 你看我们一旦信了西方 你的八个心王 以及心王所产生的五十一心索 都能被信 西方这个信 所澄清 所清理概念 如水清诛 对西方的深信 就像水清诛一样 能清浊水 能把我们这些 浑浊的心索 都能清除掉 那么 欧益大师说 良以 确确实实是因为 良以 的确实是因为 就这意思 如来藏性 不变岁缘 如来藏性 我们说 真如 的体 我们称之 这个体 心性的体 叫真如 称这个心性的 像 叫如来 那么 这是我们心的 体像 的两个不同的称呼 我们称心性的体 我们用真如 就和我们称水的 湿性一样 我们称水的 像 我们叫水 结果我们就称 这个心 所现的像 叫如来 所现的像 叫如来 那么 如来 藏性 我们有如来 但是我们的如来 藏在烦恼当中 所以我们众生 从无始来 因为这一念谜 我们的如来 就藏在烦恼当中 如来 是我们真心的像 真心的体 叫真如 一心的体 叫真如 一心的像 叫如来 大家去分开 真如跟如来 一个是讲的体 一个是讲的像 就和我们讲 水 的湿 是体 水 湿的像 是水 所以 湿和水 就相当于 体和像 那么 良意 如来 藏性 如来 藏性 那么 不变 随缘 我们知道 这个心的真如体 一定要呈现出像 没有哪个体 不现像 那么我们真如体 所现的像 它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 叫做烦恼像 一种呢 叫做觉悟的像 就觉像和不觉像 所以我们这个心体啊 能够呈现出两种像 一种叫觉像 一种叫不觉像 那么 如来藏 如来藏在烦恼当中 它的像被隐蔽了 呈现出什么像呢 不觉像 所以良意 如来 藏性 不变 虽然 虽然它藏在烦恼当中 但是它的性 还是一个真如性 它的体 还是真如 这个体 有个特点 不变 虽缘 它虽然不变 永远 就像那个水 就像那个水的湿性一样 你无论是水的状态 还是冰的状态 我这个湿性 可以随缘 我这个湿 可以放在水里 也可以存在冰里头 这个我一定随缘 你给我零度以下 我就存在冰里头 你给我零度以上 我就存在水里头 我随你们这个温度的缘 但是我这湿性 无论在冰和在水里头 不变 就是不变 但随缘 具体而为一切心亡心所 整个这个如来藏性 就是我们的真如性 在不变 但是在随缘的过程当中 它要不然不随缘 要随缘 整个如来藏性 全体随缘 不会落下任何 就具体的意思 就是整体 而为成为了 一切心亡心所 你看我们有八心亡 五十一心所 加在一起 五十九 这是五十九件法 每一个法都是全体 真如 不变的真如 随缘产生的 所以八个心亡 五十一心所 每一个 这五十九个当中的 每一个都具备全体的真如 具体而为一切心亡心所 所以心亡心所 你不要小看它 它是全体真如 变的 不变的真如 随缘变现的 所以任何一个心亡心所 要不然没有 要有就是全体真如 就这意思 具体而作为 一切 而产生了 为一切心亡心所 而此 一切心亡心所 虽缘不变 而但是呢 这些所产生的 这些心亡和心所 就是我们说这五十九 大说五十九 虽缘所产生的这些东西 五十九个东西 不变 一一无非全体如来藏性 一一 没有一个 不是全体的如来藏 如来藏性 如来藏 就讲的是我们这个真心 藏在烦恼当中 这个烦恼当中 所藏的如来藏 这个性 虽然 它藏在烦恼当中 产生了一切心亡和心所 因为它随缘嘛 但是 这些心亡和心所 它的性没有变 还是全体如来藏性 不是少分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 我有八个心亡 五十一心所 所以我一共有五十九个 那么这每一个当中 是不是全具 都是全体的如来藏性 在里边呢 是的 彼此是平等的 无论你是善心所 还是不善心所 无论你是心亡 还是心所 无论是亡和所 善跟恶 色跟心 所有这些法 它的 都是如来藏性 全体形成的 没有如来藏 少分 所以彼此是 从性上来讲 是平等的 都是同样的 如来藏 故此 所以啊 如果这样一说的话 故此 信之一字 那么信这一个字啊 就这个心所 是不是说 这是一切心亡心所 随缘不变 一一无非 全体如来藏性 每一个都是 全部含有 如来藏性 每一个含有 全部的如来藏性 那么故 那么所以啊 此信之一字 那么这个信这一个字 你别看它就是一个字 就是一个善心所之一 虽约俗地分别 就虽然 根据我们俗地 就是我们世界上 来看那个八信王 五十一心所 根据这样一种分别的 产生事的 在事情当中的 用分别心 这叫俗地 来看 来看待这个信 不过只是诸善心所之一 不过只是一个善心所的一个 善心所有很多 加上心所就是更多 那么信这个心所 只是这么多 诸多的善心所当中的一个 虽然它只是一个 这是按俗地来看 俗地就是按试地 就是咱们就事来说 它只是一件事 对吧 信是一件事 那事情有很多呀 八信王是八件事 五十一心所是五十一件事 然后这个心王心所 产生色法 心法和不相应刑法 和无为法 加在一起白法 那么信心所 只是白法当中的一个 这是就事来说 旧事就是俗地 事上有分别 信啊不信啊善啊恶啊 所以叫俗地分别来说 如果按照俗地 我们分别这 分别一分别二 分别这些事 按照这种方法来讨论这个信 它不过是什么呢 善心所 只是 只不过是善心所之一了 而实 但是实实在在的说 从实而论 客实而论 即是藏性全体 它就是藏性的全体 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 所有的这些心王心所 随缘不变 一一无非全体如来藏性 那行了 每一个心王心所 全是如来藏性 那么信 当然也是全体的 它的体性 也是全体如来藏性 而实即是藏性全体 那么信 它体 也是如来藏性的全体 所形成的 具体的如来藏性 形成这一个信 所以这个信的体 就是全部的如来藏性 都在里面 非是藏性少分 不是藏性的一部分 说一部分藏性 形成信 不是 是全部的藏性 形成这个信 又虽一切 那么照你这么说 我们就会有问题了 那么一切的染心所 你不是说吗 全体如来藏性吗 一一都是全体如来藏性 对不对 它整个的体 不论是染是净 它的体 都是全部的如来藏性 欧益大师就在这解释了 所以又当然了 我们会提这个问题 又虽然一切诸染心所 结义 并是藏性全体 但虽然一切 众多的染心所 也都是全体如来藏性 全体形成的 由迷性过 但是它有个不同 由于它逆性过 它违背了如来藏性 逆着如来藏性 没有顺着性 不是称性的 多诸过旧 多诸过旧 过旧就是错误 过旧就是过失 错误 所以说染心所 虽然全体也都是藏性 但是由于它逆性过 它不顺着真如来藏性的性 背性 多诸过旧 它的过错 它的过失太多了 譬如 金做晦气 就像那个金子做了脏的器皿 不堪把玩 不能够把玩 把玩什么意思呢 握在 握在或置在手中 赏玩 把玩就古董吧 一个闭烟糊 放在手上 放在手中在那把玩着 把玩就赏玩 欣赏 玩 赏玩 那么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所有诸染心所 虽然也是如来藏性全体形成的 由于它逆性过 所以 它的过错太多了 那我们今天就是这种状态 我们每 我们每一个众生 八心王 和我们的染心所 谈尘尘脈 这都是染心所 放逸 懈怠 不信 这些染心所 全都是如来藏 全体形成的 但是因为这些染心所 逆性故 以如来藏性相逆 相违背 所以 多诸过咎 如金做晦气 譬如金子做了脏的器皿 不堪把玩 人不会把脏的什么尿盆 屎盆子 虽然是金子做的很好的 东西做的 但是你不会把玩它 你不会欣赏它 不堪把玩 不能够 不能 不忍心 不忍着去玩这些东西 不能干 不堪把玩 维持信心 只有这一个信心 他强调这信的重要性 能顺性故 他是顺了这个法性 顺了如来藏性 多诸功德 他的功德 就是能力 你修行信心是功夫 修完信心成就 你得到的能力 叫得 多诸功德 你通过修信 你得到的能力的挥发 得到能力 太多了 多诸功德 譬如金座 就像金子 做转轮王冠 转轮王冠 王冠 你看 刚才那金子做了晦气 你想欣赏它 你都不愿意 你都不能 太脏 太臭 而我们这个信心所 也是同样的金子做的 就是这个转轮王冠 它就比喻 跟那个晦气 都是金子做的 你看人家王冠 那么 欲显尊贵 那多尊贵 转轮王头上戴着帽子 王冠 同样的金子 那边做了晦气 人们不堪把玩 这边做了转轮王冠 更加显示出它的尊贵 同一个金子 差别就这么大 都是新锁 那个不信的新锁 这个染新锁 就这么样 带来这么多过错 而这个信心锁 能带来多少功德 所以 一有信心 所以一旦你拥有了信心 则一切善法 无不共相应也 所以 一旦有了信心 则 那么一切善法 没有一个不跟 善心锁相应的 就是换句话说 所有的善法 因为你有了信心 就产生了 一有了信心 则一切善法 无不共相应 所有的善法 都跟信相应 你一旦有了信 你就会产生一切善法 所以信为法界 信是产生万法的源泉 什么法 善法 所以这个信之宝贵 就在这里 那么初分是境 那么我们第一部分 分开解释 启和信 讲到这儿 就算讲完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先停到此地 我们下次再继续从这儿 跟大家往下学习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